家里有南瓜吗?不要丢了,跟我一起来做这个南瓜干吧 香香辣辣的,很有韧性 准备一个老南瓜 把皮给修掉 这个瓜皮刀终于派上用场了 因为这个瓜皮刀修出来的皮很厚 平时都不敢用它的 修好皮之后,切成小段 把里面的纸给挖掉 纸去掉之后,刮干净 然后切成厚块 大概6到7毫米左右 切好之后放到外面晾晒 我大概晒了一天半的时间 晒好之后是这种拌干的状态 捏起来是很有韧性的 还比较软软的 用清水冲洗一下 因为放到外面晒的话会有银虫 然后挤干水分,挤得干干的 放进大碗里 我是直接用了这个油泼面的调味料 你就可以加一点辣椒粉 食盐,白糖,鸡精 然后撒一点白芝麻 撒一点糯米粉 糯米粉也不需要太多 然后下手搅拌均匀 多抓一抓捏一捏 让每一块上面都裹满调料 然后放进蒸锅里面 隔水蒸 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 蒸好之后就可以取出来了 一块一块用筷子把它夹出来 烤箱80度烤两个小时 或者是太阳晒半天 做好的南瓜干非常的有韧性 那味中透着清甜 吃起来真的很香 如果你家里有吃不了的南瓜 可以试一下这个做法 真正的简单又好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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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剂